歡迎大家來到星期二早晨的同一天空下 在今個星期我請來的嘉賓 仍然是跟我們關注大溫地區的智障人士問題 溫哥華烈志文智障人士協會的董事部行政助理 Susan 早晨Susan 早晨Ling 早晨聽眾 Susan 上個星期你跟我們分享 在你們的機構裏面 就有一些專業的訓練 就是給一些要應付工作的智障人士 我想這個話題大家都很想知道 其實會是一些怎樣的職業培訓呢 以及幾多歲開始才可以進入這個培訓階段呢 我們如果要接受成人的服務 在溫哥華19歲就是為之成人 正如我們以前都說過 就是要經社區計劃去審閱他們 派他們去哪一個服務受益 這樣19歲之後 如果派到我們機構 他們就可以有興趣找工作 我們會評估他們適合接受什麼工作的訓練 我們就有一個專責的部門 是有職業輔導、培訓 這樣我們有很多成功的個案 就是很多智障人士都可以找到工作 包括有些是演員 有些是店舖的工作人員 前線的生產員工 還有我們也有輕便手工、包裝、加工工場 是讓智障人士有瘦身的工作 挺好的 還是瘦身的工作 是的 Susan 我想問一下 既然這一切都要經過專業訓練 你們的導師會是一些怎樣的導師 以及會提供什麼服務給他們呢 到底是教授他們技能上的動作 還是都要訓練他們心理上的呢 你知道我們成年人出來工作 都要講很多心情 例如怎樣跟別人相處 怎樣跟別人溝通 甚至是怎樣接觸外界等等 這一切都有沒有訓練他們的 我們所有的導師都是認可 以及受過專業訓練的 這樣他是特別為智障人士 當然是職業上的訓練 看他適合做哪一類的職業 但也有很多行為上的輔導 因為除了他接受了工作上的訓練之外 他適不適合在工作上跟別人相處 怎樣尊重工作間規例 都要從旁去教導他 慢慢輔導他 經常幫助他 到他慢慢適應之後 他就獨立在那裡工作 其實聽這個輔導的過程裏 我相信導師和你們的機構 就要付出很大的耐性和時間 其實在這個過程裏 他們的家人甚至他們的朋友 需要做什麼配合 很多時候家人都會有很多支持和鼓勵 但也有一些智障人士 他們不是很多親人 因為他們很多父母連邁 或者已經過世了 所以很多時候都是依靠你們的機構 去幫助他們 適應社區 我又想知道多些 其實經過你們協會 幫他們找到工作做的智障人士 他們主要的工作機會 會在主流社會得到 還是在華裔社區都會找到 我們暫時沒有一個統計 不過大部份工作都是主流社會找到 但是除了受新的工作 我們也訓練他們做很多的義工 義工的工作各行各業都有 他們的生活覺得更加多姿多彩 更加有意義 其實作為義工他們的表現是怎樣的 他們的義工表現 一般是得到很多服務機構的讚許 因為他們是受過訓練才做義工 他們也知道怎樣服從公司的種種規例 一般的情況都是我們有很多讚許 我想無論是智障人士 還是我們每一個人都很希望得到讚美 你又很重要 我更加想知道的就是 真真正正在我們本地社區 智障人士他們得到的工作機會 甚至是發展空間大不大 如果你以普通人去比較 當然那個百分比就小很多 因為無論智障人士 受過多少職業訓練 輔導 培訓 他幾樣已經準備好了 都是要僱主給一個機會 讓他嘗試 證明他是可以做得到 我們也有很多需要僱主的明白 接受他們 他們才有這樣的就業機會 講到僱主都要配合 以及給多些機會 我知道在我們的社區 有些僱主很願意給予一些 傷殘人士的機會 但是智障人士的機會 他們是否同樣願意去給予 都有很多僱主 很仁慈 很肯給機會 有智障人士 一個嘗試 看看他們適不適合他們的工作環境 他們的服務機構 配套方面 我知道有些僱主真的很有心 他很願意接納社區不同的人 譬如殘障人士 可能需要一些特別的輔助 他們會容易掌握到 但智障人士如果在工作的時候 那些場合需要一些特別的配套 去配合他們 一般智障人士 如果他們受了我們的職業培訓之後 派出去工作初期 是有導師跟進的 我們公司是有導師陪著他們 到他們可以獨立工作時候 這樣跟一般人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是不需要特別的設施去遷就他 因為派給他的工作 就是適合他的能力 這樣就可以獨立處理 那他的工作時間 會不會跟我們有些不同的 要不要縮短些 或者是不需要這麼多個小時 那視乎工作的性質 以及智障人士的能力 去到哪裡 但我們也有很多例子 我們有些智障人士 他有新的工作 一樣是七八個小時一天都有 這樣就好了 其實每個人都需要工作 不單是你和我 不單是心機旁邊的聽眾朋友 就連我們社區上的智障人士 都需要一份工作機會 但這一切都是有來顧著 多些去配合 多些去包容他們 說到底 我又想問一下 你們溫哥華 烈志文智障人士協會 是怎樣幫助他們 融入我們的社區 找到工作了 還要交朋友 還要出去購物 怎樣幫助他們 融入社區 讓我們各界人士對他們 有更加深的認識 如果是屬於我們機構的智障人士 因為我們是有不停的支援服務 除了工作方面 社交方面 甚至是參加了我們的住屋計劃 我們有認可資格的職員 不停去輔助他們 訓練他們 所以他們的援助是不停的 如果他們需要我們的支援 我們經常都在幫他們 其實訓練之後 你們會不會有多些實踐機會 例如帶他們去什麼場合 和多些公眾認識 從而令他們見多些人 更加容易投入我們社區 有的 我們有很多日間的活動 這樣就會和他們到處去參與 日間的活動 除了社交性 或者文娛性 有時都是有義工的性質 有很多種很多元化的 有一個問題 我想趁機代聽眾朋友問一下 假如他們現在在聽 他們很希望能夠加入你們的機構 做一個義工 去幫幫這些智障人士 其實有沒有特別要求 需不需要受過什麼專業訓練 才可以成為一天的義工 我們人事部會有一個審核 如果有興趣做我們的義工 都可以上我們的網址 或者打電話給我們的總機去查詢 即是無論你想做義工 或者你家有智障人士成員 你都可以得到我們社區上的幫助 但怎樣才可以了解多些你們的機構 可以參與我們的網址 有很詳盡的解釋 如果需要家庭方面多些諮詢 也可以聯絡我們家庭輔導組總監Terry Terry就是604-233-5433 這是英語熱線 你們的網址呢? 我們的網址是 3.w.develop.bc.ca 如果我們的聽眾朋友 是講廣東話或是講國語的 怎麼辦呢? 如果講廣東話或是講國語的 可以聯絡我們全信部 陳小姐 604-233-5404 假如各位聽眾朋友 是抄不及這些電話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給我 我會再將你們的問題 轉介給陳小姐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 多些享用我們社區上的資源 令到我們智障人士 有更加好的生活 講到要生活好些 我下一次真的很想知道 其實我們作為公眾 或是我們對智障人士 認識不深的人 應該怎樣跟他們相處 可否下星期再多問一些呢? Susan 可以 沒問題 那我們下星期見 拜拜 拜拜